各位各位弟 毋在你們州的離空新村 B區都市更新開發案 今年9月公告 今年以外就最成功 上月在市長 因為體驗前 特別的立民 開發公司黨首長 和都法教長代表簽約 簽約以後 剛才外化努勞的國有地 透過都市更新 融資助力 可以出到170戶 做一個社會主體 和上公共實施的開發 省省的企圖一段再生告一過 非常感謝我們相關單位的配合 也能夠讓二宮地區的眷村 能夠再次獲得和合化 這點我們是非常非常謝謝的 那總共二宮新村 從A區跟B區加起來 總共是70戶加170戶 總共會有240戶的社會住宅 那希望說 這個原則是在2024年能夠完工 但是我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說一邊完工 先完工就先啟用 然後再不妨礙另一區的工程的情況下 那尤其像社會宅的話 我們如果可以先優先啟用的話 可以讓許多需要社會宅的民眾 還有市民朋友們 可以優先進駐 那其他工作 工地再進行沒有關係 只要不妨礙工程的完整性 這點是我們非常非常謝謝的 那社會宅不僅是中央的政策 也是配合城市發展所需要的 我們希望說這個社會宅的觀念 那不僅在北部可以 在南部也很可以 經過了解 簽了以後 為了認定保林路伊南 柯金南台南 副道心三公圈外 期待 5月111年開工 184年代 社會主體在當開票完成 想要這些民態也都搞到 僅僅政府跟民間合作 路上透過 都市更新開發 所創作的 都贏救民 當然新聞 顧恩吉和喬芳 蔡英文博德